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最主要这一节想出来做什么呢 就是决定告诉大家 直播时间将会是今晚的10点半 所以在10点半的时间就会再跟大家见面 就会开YouTube直播 10点半就会说回究竟会开成什么 当然大家仍然可以谈谈其他关于麻园的东西也是OK的 OK 接着再看BBC有单报道 因为今早就是英国的早上 一直都没有什么风吹出来的了 但BBC就写了一篇文章 总括了这几天讲过的东西 包括一定要踢完 怎样踢完 什么形式踢完 当然今天可能会谈 但球贵就一定要踢完 因为无论好像韦斯咸的高层那样说 或者另外白莉顿那样说 如果不让冠军给利物浦就是不公平的 所以无论是怎样也好 只要球赛还没踢完 整个联赛 比赛还没踢完 总会有人有点争拗 所以这个就 没可以避免的了 所以现在看样子 BBC就说 今天的会议应该最重要的决定就是说他们再说一次 英超是要踢完 照计来说 当然6月30日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 因为很多球员的 约约就满 亦有很多保险 那些诸如此类都关事 但好像我今早所说 这些事情反而有得谈 就是逐多一个月两个月或者诸如此类 其实是绝对是谈得好 因为我记得有些球员 看到球员已经出来说 譬如韦利安已经出了声 他好像跟车仔满约的 如果要完成球贵逐多一个月 就逐多一个月 我就OK的 我相信大部分的球员和球会 都可以谈得成 OK 稍后10点半再跟大家谈一下 这一节就会讲多一点点普巴 亦都会有一个投票 亦都会做一个投票 稍后再告诉大家 投票是什么 但讲普巴 和投票之前 先给大家看 近期 球员就很无聊 所以在家 除了自己的短练体能 或者好像 大鲁仔 或者好像 大鲁仔和 搬奴法兰迪斯 一起在花园里踢球 或者 普巴和 林特洛夫 在普巴的 家里面 小小的 那个房子 在那里练球 穿球衣 引起争议 还有一样东西 Buno有份带先的 就是 Stay at home challenge 这样 大家看到我的 貓的样子 比较见得多 我的脚还没见过 大家给大家看看我这个Buno challenge 或者叫 Stay at home challenge 的成果是怎样 看完就这么多了 那 就请大家留言了 为什么留言呢 我想问一下大家 这个武掌问答游戏 大家留言 其实刚才 大鲁仔的刺子 刺了多少下呢 不要看回头 千万不要拉回后面看 你刚才看了多少就多少了 立刻留言告诉大家 告诉大家 究竟 大鲁仔的刺子 刚才刺了多少下 没有奖的 不过 港众是没有奖的 OK 那我就不会再在这裏播的了 你也不要跟着 拉回后面看 OK 好 这个大家可以留言 好了 说回普巴那件事 因为很多朋友都有留言 关于说普巴的 首先补充一些资料 因为 其实 普巴和联德洛夫 因为他们两个住得近 所以 约了联德洛夫 过去普巴 他自己 一个叫 普巴场 普巴球场 其实是一间房 他弄得像个球场 两个在拍片 互相练习 联德洛夫甚至 说笑地说 今天的教练就是普巴 其实之前那天 班图·法兰迪斯 和大鲁仔 都做了一类似的事 他们两个不知道 他们是哪个家 在 花园里踢球 我最后就踢了一棵树 我自己小时候也有 踢了一棵树 不知道他在哪里 要找球 所以这些都是很正常的 社交媒体的视频 当然 由于是普巴 普巴 特别 多人注意 再加上 他穿着 组纹大斯波 所以很多媒体 当然拿出来说 老实说 我觉得很多 万联球迷都未必会拿出来说 甚至乎没有留意 因为有些朋友都没有留意 普巴的社交媒体 有留意的那些就这样看了 就当OK 没什么 不过普巴也醒目的 他早就已经说定了 我是为了 支持 马杜迪 因为马杜迪确诊了 所以他就穿着 其实他真的穿着 马杜迪的球衣 大家看到 马杜迪的球衣 同一时间 同场 一起踢球的 联德洛夫 其实都没有穿着 万联球衣 根据我 我看到有朋友留言 就是森多利亚的球衣 他后面也是印着6号 我不知道森多利亚的对于他什么意思 还是随便去到 普巴家有球衣 就随便来 拿着 其实我不太知道 OK 好了 那 今次我说过了 当你 明白到普巴是一个 什么人 他当自己是一个 星星 这个我想 我不需要 再和大家争论 普巴一定当自己是个星星 当你一个星星 无论是足球上的明星 或者是一个娱乐界的明星 其实 你也很想吸引更多 声音 还有 我再说一句 其实未必一定是普巴自己的主意 可能是普巴的团队 帮他想也未定 OK 所以 在声音方面 所以 如果是这样说的话 其实这件事 我觉得大部份的朋友 基于他们对普巴之前的想法 就已经是有了定案 所以 这个就是一个 我想 也不是太大件事 如果你问我 不过我今早看到 好像也有很多 朋友拿出来说 所以我就拿出来讨论 不过还有一个 我今天想和大家分享 这一节想和大家分享 就是什么 我之前介绍过一个记者 叫Andy Meaton 他很熟万联 亦都帮万联的一些 球星 好像帮他写的书 你知道 有些人出自转 其实他找人帮他写的 他写到明了 不是 请窗 可能他觉得这个人写这些 都跟我的想法几次 所以他就 口述 Andy Meaton 就帮他写 另外Andy Meaton 也写了一些关于万联的书 所以他也挺熟万联的 他在一个 Podcast 我没有记住Podcast的名字 不好意思 他就分享了一段 我觉得这个又是关于普巴 我觉得大家又可以 看到一件事 究竟普巴会怎样 不过 说Andy Meaton这个分享之前 我都要讲讲我 对普巴的想法是怎样 在现在这一刻 OK 第一 他现在仍然未踢回 我自己就很感觉 我自己很喜欢一件事 一定 足球的事 足球上高了 我就会觉得 我很期待 普巴快点出来踢 还有 普巴快点出来踢 就一定有 Buno 大家都明白为什么 如果没有Buno 就不是一件好事 所以我觉得 普巴出来踢 一定要有Buno OK 那儘管看看 球场上高的 普巴和Buno 究竟他们是怎样 大家都知道 我就会 在那一刻 很留意他们两个踢球的情况 以及 整队球协调成怎样 我就会在那一刻 再作出一个评论 因为现在我们无论说什么都没意思 坦白说 我们都是猜的 因为在足球上高 我们真的会真真正硬看到 其实我就很期待 苏斯亚茶做领队 有Buno 有普巴 这个组合 之下的曼联 可以踢成怎样 因为 理论上如果用自己的想象力去踢 最好的情况是可以踢到晓菲 但是最坏的情况 就可以踢到真的不知所谓 因为你想想两个都要球的人 一起在那里抢球 就只会打架 所以 反差是很大的 再加上苏斯一同有个因素 究竟他是不是真的有料到 可不可以介遇到两个 强性格的球员 他的战术是怎样 我们经常都说 所以我很期待 暂时你叫我猜 我也猜不到 但是我很期待 说真的你问我 普巴就算最未要走 因为我看到很多朋友觉得 要卖走普巴 尤其是有亿五 一有他去皇马 这个我也明白 但是我真的很期待 看看究竟有普巴有Buno 加上苏斯亚茶做领队 这个组合 究竟出来会是怎样 我期待看 很期待看 当然如果说要亿五 说真的 亿五的话 我也觉得卖普巴走 是一个可以做的事 因为 那个价格都可以的 因为 理论上来说 没有了普巴 其实我们也有一个 估计到的情况 会是怎样的 但是有了普巴之后 那个效果 那个化学作用 其实真的很想看 这个就是我的看法 现在 所以有时 有些朋友说 究竟大巴 你想不想卖普巴 我经常做事 你叫我立一个论 我一定有很多前设 基于某些前设 我就觉得卖是应该 基于某些 另一批前设 可能我的底法就不同了 所以我就是一个这样的人 这个我改不了 你叫我怎样 你叫我改了这件事 才可以令到 在YouTube更加成功 我都是改不了 因为这是我的性格 没得改 所以 以上就是我关于这件事 我的说法 OK 分享 Andy Mitten 他说什么呢 他说现在肯定 很多的曼联球迷都觉得 没有普巴都是这样 OK 如果他要走的 就卖走他 但是他就提 我们的曼联球迷一件事 他就说 他说 其实呢 大家不知记不记得 他说 2013年 8月6号 他当时 做了一个podcast 我不知道他是嘉宾还是主持 我不知道 他说当时的podcast里面 没有一个曼联球迷打进来 是想浪尼留下的 因为浪尼当时说要走 没有人想浪尼留下的 每个人打进来都说要走的 他说只是两个星期之后 英超开季第一场比赛 对小云斯 他说 浪尼当时一落场 原来有一半的在场球迷都在唱浪尼的歌 跟他打气 结果浪尼那场球迷打得非常出色 而那一季也是浪尼来说 比其他球员 发挥得相当出色 我想不是浪尼 自己本身踢得最好的一季 但在那一季来说 浪尼在那一对曼联来说 是表现得相当出色 OK 他就提回我们一样东西 没错 有很多东西 尤其是 球员扭脚 很多时候都会有发生 但是 会不会 真的一定影响到 他在球场上的表现呢 我想这一样东西我估计 就是Anti Mitten想带出的一个问题 还有 有时 球员 可能他本身想走 但是得到一些球迷的鼓励之下 可能他又会觉得 原来球迷有这么支持 我一定要下来踢一些 不走 这样 终于此类 我认为大家 纯粹看到Anti Mitten说这一样东西 我觉得又是多一个角度 大家可以想想 当然有很多朋友已经立了 他们的决定了 这些可能 我明白的 这些是影响不了你 这个没问题 因为我们曼迷早晨 都不是说要说服大家 OK 所以这个没所谓的 好了 最后我想就要跟大家说 我今天 想做什么投票 这个和我明天的节目有关 因为 我明天将会做一节的节目 就是说 东窗的最佳收购 在这一刻 现在你们 说真的你现在看这条影片 未够10点半 这条影片 在右上角那里 按一个ID 就可以投票 昨天也有200多人投票 所以我想大家都会玩的 右上角那里 现在应该出来了 这个东窗的最佳收购 究竟你会选 一 班努·弗兰迪斯 二 印哈努 或者伊加努 大家要忘记 不要忘记一件事 那个转会费 班努是贵很多的 6000多万 如果做完所有的 但是印哈努 是借回来的 所以只是给人工 要考虑转会费 如果纯粹说 只是对卖联的影响 我想大家都很呼之欲出 但是 计算转会费 你会觉得 谁是最佳收购 明天我就会做 这个题目的节目 亦都会加入大家的 投票结果 OK 现在还有时间 我现在5点多 Target6点前 都出到这一集 10点半才直播 你有足够的时间 去投票 现在 等大家去慢慢投票的时候 我就选了一些 漫迷高见 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不好 接着之后 就 大家可以有这个 用这个时间 一路听漫迷高见 一路去投票 好不好 接着10点半再跟大家见面 好 接着有朋友说普巴 养护了很多媒体 这个都是 讲公求的 普巴知道有 有 noise 就这样做 我觉得是分成团队 未必一定是普巴一个人 就算是保心 一些有心的人都会乘机抹 一样有 noise 现在很多媒体都很欢迎他这样做 即是讲媒体 因为普巴吸眼球 任何新闻 只要有普巴 已经是少量的保证 其实这件事 作为万联一队球队 也是 讲万联的东西 也是 所以现在普巴 有点像 摩尼奴教我们的中后期 因为那时候开始有很多问题 所以 当时有摩尼奴 仍然有普巴 很多人想看 万联的球迷想知道 究竟发生什么事 非万联球迷就想找东西来嘶笑我们 你明白吗 所以为什么这么多眼球 所以 万联仍然都是在媒体上 一个很重要的事 就是这样 OK 我给他们的照片 我不想大家看不到 记得现在大家投票 都是选择他们两个 OK 他就说 正如连特洛夫都穿着 森多利亚的球衣 但没什么人看 这样 难道他就不是 雲皮仔 我刚才也说过 其实我有看 搬奴和 打路仔的影片 搬奴 穿着 不知什么衣服 白色衣服 就不是球衣 应该 穿着他自己的波裤 18号仔的万联波裤 打路仔就穿着一套万联波裤 OK 所以其实我觉得没所谓的 我们只要说出客观的事实就可以了 评论和判断是大家自己的 OK 他就说了 有了正反两个例子 这个正正就是社交媒体的玩法 老实说 有一样东西我都很肯定 普巴或者斯朗那些 是很懂得玩社交媒体 这是一定的 这个就反而我得 他还有个人 有人会问 穿法国可以吗 因为如果他穿法国队的波裤 都可以支持到他的朋友 而是 Matildi的 对不对 但是法国是like 而普巴签的 所以也是一个 商业的考量 可能 绝对不奇 另一个朋友就说 之前 他在IG 普巴说 穿着南国10号波裤 我难道他 日本踢球什么 但另一个朋友 我没有 但他回答他就说 但不是 重点就是祖云达斯 健波裤 说真的 其实这个可能 也是普巴的重点 也未定 以我的 估计也是普巴的重点 如果他不是穿着 祖云的波裤反而没有那么多焦点 但是他也 说得通 因为他支持他的队友 所以 很有趣 我觉得很有趣 很多东西可以评论 可以 很多无限解读 这个就说了 昨天的投票 他说 这位朋友说 柬埔巴 因为觉得 有两位朋友留言 说他们不是很恨普巴 但他们也觉得 卖普巴是 可以的一件事 为什么呢 例如这个 他说柬埔巴 因为觉得 很多卖迷心里 已经私入为主 觉得他一定无心踢 罵 做什么都不对 在这样的气氛之下 对球员的发展 怎会好呢 这个我觉得也很重要 他这个角度就是 我们球迷 影响到球员的发挥 感觉有个可能性 是不是 那不如放生他 收回钱 大家都好 说真的 我其实昨天 因为有连格特这个选择 特意将他说到1.5亿 听闻 实际上来说 未必卖到1亿 如果普巴真的在这一刻 OK 另外一个也是很有趣的 他说 本来我选择连格特 后来 始终也是选择了普巴 其实我不是太恨普巴的 亦觉得 如果开始想留下 他答班奴是很期待 跟我一样 很想看 但当想到 未来这个赛季会如何收拾 就会有很多不同的考虑 因为 曼联下季 不知道有没有欧联席 好看未来的事大发展 假如最后是没有一年 我们的损失就会很大 普巴也未必想留下 卖走他也是一个好的方法 他这个就考量了 整个比较 我经常说大发展的情况 究竟 我们的大环境是怎样 就是卖走他 是否拿回一些钱 可能更好呢 这样 另外有朋友 我们有之前说过 普巴会不会像 大卫斯华和迪布尼 反而有多个一个朋友说 他就像耶耶托尼多一点 中架位打了 说真的 如果普巴打到耶耶耶托尼 我认为大家也会收复 说真的 作为琴迷 真心想看 普巴和班团合作 但是皇马那个亿五 也很吸引 可不可以亿五加巴里 右亿不用找 巴里即买即买即乱 说真的 巴里 我记忆中 他是打左杂出身的 他打左杂出身的 其实他打右 他打右 是否打到的 我真的不知道 当然 现在盛传 不用 好像说皇马会 随走巴里 因为顶不顶他 但问题就是 谁顶得顶他 顶得顶他 人工呢 以及巴里 是否真的 踢到英超 我真的有个很大的 问号 因为他的状态 身体的状态 惯性上 是否还可以 使用英超 比较上 硬碰一点 比较上 现在已经没有以前的状态 但他其实 他拘求的高 大家想想他 他早两年 在欧联入的那些 是挺厉害的 但问题就是 最惨是他一年 他一季 帮你踢十多场 那是不是真的值呢 他这个人工 我想这个大家 如果真是想巴里 都要考虑这个问题 OK 那大家投赛片了 差不多了 好了 还有一个 我记住了 我很想读 有两个 读多两个 就是什么呢 因为时间问题 我未必能读得这么多 有一个 有一个 马来西亚 需要行动管制在家 很无聊 最好全天后直播 说真的 这位 或者各位马来西亚 在看万迷早晨的朋友 我提议你们 不如这样吧 我们万迷早晨 畢竟做了两年多三年 影片好多的 如果你真的在家很悶 但是我又没有做直播的话 我鼓励你们 找回一些最舊的影片 也挺搞笑的 因为看回两年多前 那个做法 你可能笑到这样 这个人敢做YouTube 可能是一个好笑的一件事 所以我鼓励大家 OK 最后我想读完这个 真的想读完这个 因为现在 这位朋友跟我一样 都是因为粒审而喜欢万远 他说 作为一个万远球迷 是由粒审来说 拆串一开始 当时粒审是 踢西 西暴郎 那个叫西邦位置 当时叫做 暴露年纪没问题 我和你一样 大家差不多 我们差不多年纪 这位朋友很有趣的 他一直都是足球迷 球队就因 球员起碍而关注 英超 基紧看利记 因为基紧看利记 因为暴露琴看卫斯咸 因为加斯区来看二次 他说到今天 每队球队本身都有特色 以及个别球员 带来了吸引 转变 例如 李诚就有迟武侯 打死八咒 由 舒适成 到梦幻式的冠军 狼队由 亨特的 踢死马 杀伤力 这个很久之前的狼队 我想真的很多朋友不知道狼队以前是这样的 到今天的技术进攻 以见证足球改变 战术和管理的重要 再而在球场 球员身价暴障 商品化大于球队团结精神 似乎 只有英籍球员 才有以足球场 为英雄地 如果单一讲曼联 话题不会太多 这一句 我就不认同了 因为只是说曼联 实在太多太多话题 你想想 我说了两年多 都可以说 说真的 我的保险里面 还有几个 不停留着有五六个题目 在这 不停做了 又多了 做了又多了 不停 说真的 我现在就算现在 停了 我都手头上 起码有五个题目 可以再做 但是不停的 一路做 一路新题目 一路做 一路新题目 OK 好了 他就这样说 一定程度上 他都对的 可能 他就想说一些 足球杂志 加一些足球故事 球员故事 球队食肆 其他球队 都可以 不过 我想这样说 其实 球队历史 我隔不久也有说 球员的故事 都隔不久也有说 记不记得我早前也说了一个拜利的故事 其实之前努卡古我也说过一个努卡古的故事 普巴也说过普巴的故事 说真的 这位朋友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开始看曼迷早晨 亦都是其他朋友都是一样 其实我想和大家说 其实我们曼迷早晨做了很多节目的两年多 有一些特色的故事 比如说球员的故事也做了不少 你在我的 YouTube channel 打回球员名 很多时候找到一些舊的 集数 是说一些球员的故事 或者 财务报告 我们也说了几次 真的 因为我知道最近 可能比较新的朋友 多的新朋友来 不知道我们以前做过什么 以前 我鼓励 如果你们真是闷 因为现在这一段没法踢 你真是鼓励你们可以 去 我的 主页 YouTube的主页 打回一些keywords 例如你想看 拜利或者拜伊 有时候打英文 有时候我的中文很差 有时候会用英文名 你可能会找回旧影片 甚至乎 好像刚才说 马来西亚的朋友 你真的太闷了 你一于 YouTube channel YouTube channel的 Home page 你可以刷入一个 日子 你从最后的刷入开始 你会看这个有没有题目的兴趣 那也可以 所以 因为我想跟这位万迷说 其实我们真的做了很多题目的之前 尤其是 有两样东西想说 就是 如果这位朋友很喜欢看历史的话 我就鼓励你 第一 你可以 在我们万迷早成的频道 搜索讯卓 因为早排的时候 迅卓曾经来 作客 跟我们做了几集客 做了几集的嘉宾 他讲了很多历史 那还有另外一样 如果你要看其他球队的东西 其实我还有另一个频道 就叫做足球头条 你在YouTube那边打足球头条 应该就找到的 绿绿色的标记 这里有的标记 给大家看一下 这里有 我有两个频道 其实这个就是 现在叫做万元球迷拍大巴 另外还有一个 叫足球头条的频道 就是这个标记 这个样子 大家找到这个标记 这个标记就是我 这个标记就会讲多些其他球队的东西 还有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 在这个足球头条的频道里面 有一个play list 叫足球腔枪集 那些所有的足球腔枪集的东西 就是讲很多足球的历史 亦都有些专题 这样就要多谢 信卓卿 信卓卿帮我们在足球头条 做了很多 这类型的节目 所以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在 曼迷早晨 或者这个 帕大巴 那个home page 搜索就可以 去足球团 只要找足球 亢唱集的play list 就有了 大家可以关掉 OK 在这个没球看的时候 大把youtube节目看 说真的 如果你看看旧片的话 和新片我们都每天有三条 都相当充实 希望大家 OK 多谢各位收听收听 拜拜 拜拜